他穿一套白色的古裝 然後開始流血 我立刻崩潰了 一個小朋友 覺得我爸爸已經死了 爸爸是石頭 我記得小時候 他也不太解釋他做什麼 有一次我在電視機 看到他拍那套 我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都是一些古裝片 那個年代他做很多大合的電影 為什麼我爸爸會飛的 為什麼他會穿這麼古怪的衣服 然後就和人打架 他被人打傷了 那場戲我記得 他穿了一套白色的古裝 然後開始流血 我立刻崩潰了 一個小朋友 覺得我爸爸已經死了 一邊等他去下班 終於他聽到鎖匙 Clinclan開門進來 我很激動地抱著他 爸爸你回來了 我以為你有事 他很困難 他解釋 爸爸其實工作是一個演員 什麼叫演員 你跟一個小朋友說 什麼叫演員 很難 不如我帶你回去 爸爸工作的環境 看看 這樣可能你會明白 那時候我第一次跟爸爸 入片場 什麼時候開始對這行有興趣 其實一直都沒有特別去想要做這一行 真的 但又沒有興趣 在學校參與過他們學校的樂隊 那樂隊是演奏級的樂隊 我就選了吹Saxphone 跟學校的比賽 不斷去訓練 去比賽 在台上我很享受這件事 在英國的時候很喜歡看舞台劇 音樂劇 舞台的即時反應 觀眾跟台上的表演者 是有一個互動 你越多反應 他就越興奮 我覺得挺有興趣 但也不是特別去想 是很享受看 讀到我大學最後一年 因為你大學最後一年 人們很自然就開始想 我的出路是什麼 我讀完書 我想做什麼 我不是繼續做建築 我是不是要找一份這樣的工作 變成人際方便 好像不是很多經驗 我想我還有什麼興趣 可以讓我吸收到 那你娛樂圈是最豐富的 跟人之間的關係 的交往 那我就提出給我爸爸知道 但我想當時爸爸的感覺 你的感覺就是 蛤? 你是不是在做夢 你是想做明星 你是想做 你這個決定 很不合理 因為你讀了這麼久 你讀了一個專科 但你現在跟我說 你是完全放下那件事 然後你就做一個完全 他從小到大 不覺得我有興趣的事 你走來現在提出要做 他也沒有生氣 他不是 他只不過覺得 我這個提出很莫名其妙 當時未回來 還在英國的時候 還未畢業 大家是有條件的 你一定要讀完你的大學 你不可以中途不讀 然後就放棄 起碼有忠有恥 媽媽另外一方面就說 從你都在英國 你不如真的試試 踩腳進去這個 演藝的一個世界 你感受一下你究竟 是否真的喜歡 那我就報了名 我讀了一個課程 這個課程 純粹是一個舞台演出的課程 原來讀一下 這對我來說很吸引 你會產生了一種熱情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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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感谢观看